第六次上課,我們來看一下第五次上課的重點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針對第2014、205、還有201 總共會有三題,所以上次一口氣就講了三題 當然,其實204跟205其實比較接近 基本上題目蠻像的,因為主要是針對傑森的檔案 做一個解析的動作,並且輸出的話,題目好像是要把它存成CSV檔 所以其實大概就三個步驟,第一個用那個 如果是在網路上面的話,那我們用request.get的方法 去把那個傑森的檔案給擷取下來 擷取下來之後,再做解析 解析部分的話當然,不外乎就是說,你要先知道這個傑森 他的檔案結構,他外面是什麼 有沒有,最外層呢,有點像洋蔥 但是他那個又是包的方式,有時候又不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傑森的這個格式,有的時候呢 不同的來源,可能會有不同的解析方式 我覺得傑森比較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但是,固定的一定會有大瓜糊 也就是說,大瓜糊裡面呢,一定會有key跟value的概念 所以這個字典的概念呢,恐怕各位一定要熟悉 那只是說呢,我們可以當然 如果你假設你不太熟悉json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那個json editor 把json先整個複製貼過去 然後看一下說,他最外層是什麼 比如說如果他最外層,像 我記得好像2014跟205,最外層好像是串列 中瓜糊,有沒有 那中瓜糊裡面呢,放字典 所以我們解析的方式,不外乎就先怎麼樣 先把他的那個,資料先丟到一個這個串列 然後呢,再用那個回圈,有沒有 把裡面所有的字典,通通都截取出來 應該有印象吧 然後呢,把字典截取出來的話 那當然我常用的是,把那個字典裡面的value 所以list點,這個 字典裡面點values,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把那個,後面的資料 全部抓到一個list二裡面 然後呢,再算他第幾個 比如說他可能是要 他裡面藍數,假設是有20藍 那可能我們只要其中的4藍或5藍的話 那你可以算他的位置 算他的水影值的位置 然後最後的話呢,把它存成csv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重點 第一個就是,會不會截取那個json 然後呢,做個解析 然後並且把它做輸出 所以其實三個步驟嘛 載入,然後解析,並且輸出 那其實呢,當然啦 你說json是這樣 那其實他檔案其實也類似啦 哪怕是後面我們要講的那個HTML 其實也類通 就是說你第一個一定要載進來嘛 那第二個解析它的結構 第三個呢,把米藥的資料取出來之後呢 看起來要存檔,還是要輸出 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那這個程式碼部分的話 假設你有些地方遺漏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我們雲光白板上面 我有放那個答案檔 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答案基本上在這個地方嘛 應該是204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204 然後我這邊有示意啦 其實我有把那個主要結構 把它繪製出來 當然你如果不用那個json edit來看的話 大概也可以 如果你沒有用下面這個工具的話 其實上面是原始的檔案啦 只是說上面原始檔案看起來比較辛苦 OK,在第幾頁啊 我看印象中在第22頁吧 然後呢,如果你把它貼到json edit 就蠻簡單的 因為它結構一定就是一個array array的話呢 那我們用串列的方式呢 來擷取它 那底下的話 中瓜號有看到array 中瓜號有73個 也就是說在這個串列裡面有73個字典 那73個字典的話呢 藍數就是9藍 9藍的key value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所以其實當然 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json檔案 那你可以大概用類似的方法吧 反正或者說你可能 一下子沒辦法非常熟練吧 不過至少我覺得你可以 多找一些範本吧 以後如果遇到類似的案例 其實你就拿來修改一下 很多問題慢慢都可以解決了 只是說也許你一下子沒辦法那麼熟練 沒關係 反正見招拆招 像這一題是串列然後再字典 那前面好像我們常遇到是 先字典再串列再字典 對不對 那以後的話當然還有更多其他的方法 反正不外乎 差不多的這個解析方式 那json的話呢其實最麻煩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如果你這個部分可以解析出來的話 我想以後給你任何的json格式 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OK 所以以後人家說給你什麼 沒關係你什麼檔案給我都沒有關係 OK 那有的人會覺得用csv會比較OK 但問題是csv對一般的user來說會比較OK 但問題對現在很多的server 或者是對手機的app 或者對程式來說 json是比較OK 因為其實他好處就是一個物件 我只要把這個物件載進來 我要取得什麼資料很快就可以得到了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物件來處理 另外的話205底下這邊也有 所以大概我有講到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有沒有 把它擷取出它字典裡面的values 然後呢 我當然第一個方法是丟給一個串列 那其他的方法 另外有一個是如果你不用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好像有講到你可以用什麼 就是串列裡面的地 串列裡面的後面中瓜阿湖 哪一個名稱也可以 用它的key 再去取得它的ID 如果你這部分不太熟悉 我上禮拜有講 上次上課有講到 你們可以回頭再看一下 那個上次上課的影片 裡面其實都有詳細說明 OK 然後206 204 然後205 205AQI這個 其實這好像差不了多少 我記得好像 我最後是講到這個地方 我有稍微把它改成 這個啦 直接改 用key去抓value 那key跟抓value的差異就是說 上面這個方法是怎麼樣 把這個字典裡面後面的value 全部先抓到一個串列 去算它的所影值位置 這個是一招 那另外一招的話呢 就是我不要這個方法 那我可以直接把字典裡面的哪個key 所以這個中瓜阿湖後面放的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key的名稱 所以我只要知道它的key的名稱 那我就把它放在字典的中瓜阿湖裡面 這樣子也可以啦 好兩個方法 甚至還有第三個方法就是說 你字典後面用一個方法叫get get但是後面是小瓜阿湖 然後也是一樣給它key的名稱 也可以抓到你的value 所以其實至少有三個方法 都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至於哪一種方法比較好啦 我想這個當然沒有絕對的啦 看自己個人習慣 你寫的順手其實都好啦 那一般習慣是這樣 如果你的藍位數比較少 我是建議 像藍數比較少 我比較習慣是用上面這個方法 但是如果藍位數多的時候 我會習慣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如果藍數多 每次它會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如果超過二十藍 那我剛才直接抓名稱就好啦 我幹嘛還要慢慢算 而且算有時候會算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活用 OK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2011部分 比較跟網頁比較有關係 所以有jason 然後呢再來就是 我們的那個就是 什麼2011的部分 那這裡有用到一個 就所謂的RE 正規表示法 比如說你要抓網頁裡面的某些 尋找啦 它裡面有一個叫find all的方法 就是尋找網頁裡面的哪些關鍵字 它會幫你把它算出來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找到數量 但是它比較缺點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那個 剛好那個地方的前後文的時候 那RE可能就是還是有限制 你可能還是要用其他方法 像這個 自竄的方法裡面有一個find find的函數 其實也可以達到類似的目的 只是說效率比較差 但是RE的好處是效率比較高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那個 2022題 美元收盤匯率的問題 那這一題的話 首先當然請各位先看一下題目好了 如果可以當然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書裡面 其實有題本有解答 好像有發到那本這個書裡面 其實有題目 那只是說為了方便 現在像我也蠻懶得帶書 因為每次帶一本書都覺得太重了 那現在東西都直接放雲端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個先看一下這個題目 那這一題的話呢 其實就是怎麼樣 它其實不是要你直接去抓那個 怎麼講 網頁的連結 而是一個檔案 但是這個檔案怎麼來的呢 它其實就是把那個網頁 直接另存新檔 存成.html 那差別是說呢 如果你是網路連結 就是指到那台server的位置 的檔案 OK 也是html 那這個是說它已經幫我們下載下來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第一個 那大家下載的位置 我上面有要講到 這個可能你要把它下載到 就是我們一樣在 這一個 我們零端裡面的 這個python3的擷取證照 分析證照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 read.html 然後因為它html放上去 好像會自動轉檔 所以我把它壓縮成是EIP 所以請各位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解壓說 裡面就會有read.html 那請各位把那個檔案 把它直接再複製到我們的根目錄底下 那我是放在我的C點底下的python2021的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把它call過來 那當然呢 它是一個html 所以你把它直接點開 它會直接用那個什麼 好像預設是用Chrome瀏覽器開吧 所以我把它打開來 它是Chrome瀏覽器 那開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網頁 其實裡面本來是有很多的圖檔 只是說因為它存HDML的檔案 它沒有把圖檔順便一起下載 所以它的圖檔都不見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你看到這些 其實本來是一個圖 但是因為沒有圖 所以它顯示不出來 它主要是希望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日期 到NT$ 到US$ 底下這些東西 全部呢 都把它轉換成什麼 這題目在這裡 有沒有 先把這個html打開 然後呢 它是要把這些 將什麼日期跟剛剛看到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存成csv 也就是說其實這題應該簡單講 就是html2 就是csv的意思 ok 所以也就是說 怎麼樣把網頁變成csv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當然你不是說叫你 直接用人工的方式 選取然後什麼 貼上 另存新檔 沒有啦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什麼叫html 那我前面講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所以你打開你會發現 打開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其實原始這個檔案呢 前面的東西是長這樣 是給我們看的啦 但是呢 給瀏覽器看的 其實就是背後的東西啦 那我們當然要找資料的話 你其實還是要懂一點html 因為如果說你不懂html 你就不知道說你哪些地方是關鍵 你要怎麼樣從這些html的標籤裡面 找到你要的東西 但是也不是說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基礎沒有那麼好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當過那個網頁設計師啦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有一些最關鍵的地方一定要知道 就是那個小於後面的東西 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那也是透過那個標籤名稱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要的東西 然後呢 你就再去把我們要的東西先爬取回來 等於是說 也許你可以不用一次 因為這個資料蠻多的 我們可以先爬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全部嘛 我爬一個部分 那哪個部分我需要的 那首先呢 我交個一招啦 這很重要 你不需要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我好像上禮拜都講 其實坊間書籍都叫你先看原始碼 我是覺得這會累死人啦 然後也許會讓人家覺得 哇好恐怖啊 我是建議你可以學另外一招 學什麼呢 就是把你要找的資料的左上角 左上角是日期嘛 選起來按右鍵 會有個檢查啦 也就是說以後呢 你可以先用這一招 你要找的資料的範圍 在左上角 請你呢 選舉起來就按右鍵 然後會有個檢查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它會直接幫你跳到 你要的那個標籤的位置 所以呢 接下來你只要找到 你要的標籤的範圍就可以了 那理論上喔 我們要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看起來 應該是個表格 所以呢 表格的標籤喔 在網頁裡面的話 就是小於table 所以我們看一下 檢查一下 有沒有 那 另外的話跟各位講 你慢慢習慣喔 這種操作模式 因為這個功能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會這個功能喔 以後你要找什麼樣的標籤 然後你要爬什麼資料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的 如果你不會不熟悉這個啦 說真的 你真的要用檢視原始碼也可以啦 你說太累了吧 不必要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去研討 好像有個老師在上課 就直接叫我們看原始碼 我就覺得說這個怎麼OK呢 因為如果網頁比較不複雜還OK 但是如果網頁非常複雜的時候 光看就看到累死了 OK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已經按右鍵檢查之後 你可以看到喔 它會把什麼呢 你游標停的位置喔 各位仔細看一下 游標放這裡對不對 它會告訴你說呢 它 你這個地方的原始碼 有沒有 它其實背後就長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樣的訊息 這個地方有個TH 前面有個小於有沒有 所以重點就是在 那個小於符號後面的名稱啦 也就是T T的話在這裡應該是table table就是表格啦 H的話就是head 所以它縮寫就是tablehead 意思是說 這個是表格的什麼呢 表頭的那個藍色名稱的位置喔 所以呢 我們要抓的應該是在網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理論上在這網上一定會有個table OK 而且table名稱叫什麼呢 它後面有個class class的話就是它的類別 那類別名稱的話 通常 就是我們要抓的 所以呢 我們只要給 如果我要抓取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的話 主要必須提供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就是它的標籤 比如說我要先抓這個table 第二個呢 提供給它叫做class class就是類別 不過呢 這個類別喔 有一個狀況可能要各位知道一下喔 就是呢 它可能是只有一個 也可能是會有很多個 也就是說呢 那個類別喔 有可能 其他的表格喔 不只一個 如果是這個網頁裡面 不只一個表格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算 它這個類別 是在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個喔 OK 不過一般習慣這樣喔 就是把這個class 往上喔 th往上 找到table 關鍵喔 如果是抓表格的喔 那其他有什麼 哪些要注意喔 這邊 table有沒有 然後class喔 一般習慣是這樣喔 我會在class這邊點兩下 然後把它Ctrl-C 或者連class一起啦 class 什麼 class這個 有沒有 把剛剛找那個 跑掉了 剛剛找的這個地方 把它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那找到它的那個 欸 怎麼不見 在這裡 OK喔 然後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然後跑到這裡嘛 然後這邊就會有它的class 那一般 這個 這個要給 我習慣的是Ctrl-C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再Ctrl-F Ctrl-F的話 意思是說下面喔 幫我把這個class找一下 看看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呢 有幾個 或者是直接找這個名稱好了 這個 叫 Data Table 2 看到喔 Data Table 2 底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邊的話 就是E of E 意思是說 這個網頁裡面 只會有一個這個名稱 那沒有同步 那表示說 只會一個 所以呢 我們只要把它爬回來就可以了 那爬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去爬什麼 爬 TH OK 然後呢 再去爬什麼呢 你可以往下找 這個下一個 TR 是Table Law 這列啦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展開來 下一個資料的話呢 比如說這個底下是什麼 2018年的6126 匯率是 30.412 你看 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列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呢 上面的那個欄位名稱呢 叫做TH 那下面的資料的話叫TD OK 所以呢 我們要抓什麼 先抓TH 再抓TD 就OK了 THT 底下應該全部都是TD啦 TD的話呢 在那個標籤的意思是所謂的儲存格 可是有一些網頁它沒有TH 直接全部都用TD 也可以啊 不見得一定要用TH 那有些比較嚴謹 它的欄位會用TH來表示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怎麼樣把資料爬取 那當然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部分嘛 第一個就是先把資料抓下來 用Request.get 那第二部分要解析的話 解析就比較麻煩了 如果你要快速解析有沒有 最重要就是用BeautifulSoup OK 那BeautifulSoup 你只要提供給它兩個訊息 一個是標籤名稱 一個是類別名稱 它就會幫你把資料抓回來了 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 熟悉一下 這個操作的方式 那待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這個資料裡面 的這些資料全部爬下來 然後存成CSV 畫面先還給各位